非常感谢这个主席跟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们的邀请 那其实我们这次在就是数位国立促进会请我来演讲 我大概就是借这个机会来让大家就是多能够来参加我们口罩实名是2.0的第二轮了 到今天中午大概已经有160多万的朋友上线 那因为量实在是很够 所以请大家继续踊跃的来使用我们这个数位服务 那我们建设这个数位服务的时候 我们主要是参考这个国法会在去年年底所颁布的这个政府数位服务指引 这个是对整个政府只要做数位服务的朋友 那国法会按照数位国家创新经济的这个推动方案 都有一个13项的这个需求包含字评表等等 那这里面最重要的前三个就是要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建立跨领域的合作机制跟规划多元的服务管道 那这些因为当然线上都有 但是我们拿一个实力比较好了解 所以我们就拿一个从就是比较analog 就是比较在药局取获的这个 它怎么样子慢慢转型到变成在网路上可以预购的这样一个数位服务 来把这个数位服务指引里面的一些精神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当然大家都应该有听过就是1.0的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就像刚才我们主委所说的 非常感谢辛苦的钥匙朋友们 愿意把它们就是及时的包含进货量 跟就是实际刷健保卡的每个次数都大概目前三分钟之内就会直接公开到全世界 那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来做各种各样的应用 所以在我们的口罩工序平台里面 最底下有个应用就是所谓的口罩仪表版 是由新闻艺术的这个网站的朋友们所建置 那你只要到这边这是我刚才抓的图 今天是1.45分 你就可以看到说目前成人口罩可买比起昨天比起上周同期 以及儿童口罩的可买数 它包含有获得加数 市面数量 剩余比例 逐线市比 供需比等等 都在这个仪表版上面一览无遗 那这个也是所谓寻证治理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哪些药局可能还可以再多发一些 哪些药局可能就少发一些吧 因为反正不太有人去 等等的这个情况 我们都是自己也是参考这个由公民社群所开发出来的仪表版 来进行我们的决策的调整 但是呢无论如何 没有办法扩大的 就是这个6026家机构的这个加数 因为我们目前是以透过就是健保VPN 连到健保署的所谓特约的药局 跟其他药室机构啊 卫生所啊等等 作为这个配发的人 所以他的人口覆盖率一定是有限 就算每一家他就是工作的时间就是八个小时 但是他能够发出来的口罩量 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 所以这是第一个挑战 那第二个挑战是说 药室的人力是比较吃紧的 因为我们在1.0的时候 是采取一个先到先拿的这个概念嘛 所以先到先拿的意思就是说 你会想要排在前200个 因为第201个就不一定拿得到 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他的排队时间比较长呢 也会出现就是说排队时间一场 大家比较花多一点点的时间在排队 就少一点点的时间 可以在药局里面选购其他的商品 所以这个对药局的生意呢 也就是帮助呢 也不一定总是很好的 那第三个主要的挑战其实是营业时间的限制 那这个特别是发生在双北 然后以及新竹的情况 因为在这边很多朋友们 他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长 他的工作时间长过药局的总营业时间 所以意思就是说下班之后 药局大概也都下班了 那这个情况下 其实这些朋友们就买不到口罩 那因为副院长陈其曼一直告诉我们说 其实从公文卫生的角度来看 你要减低R0他的social distancing 当然戴口罩是一个办法 但是你就要让大家都有可能拿得到口罩 而不是说好像在某些特定的区域 某些特定的年龄层 他因为上班时间太长的关系 所以就一直拿不到口罩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这部分年龄层口罩的普及率 就会比较有限 那这个应该是口罩指南 也是一个很专业的设计团队 设计出来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包含购买须职 药局的营业时间等等 它其实都有写在上面 但写在上面之后 大家看完了 还是觉得说我下班太晚了 还是拿不到 那所以这是第三个挑战 所以在我们了解了使用者需求之后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跨领域的合作机制 这次呢我们是请四大超商来帮忙 但是这个帮忙呢 是完全是主动配合 意思就是说 他们呢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命令 四大超商做什么 是四大超商自己觉得说 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商机有利 那包含这周 大家都可以看到 各自推出各种各样不同的 大热美中热拿 天然水春品美式 等等等等的 这样子一个优惠的服务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会有固定出现的取货人流 而且呢 因为他们都不用排队 所以假设我有十分钟 我只花一分钟就拿到了口罩的话 我还有九分钟可以去选购这些商品 那甚至是有一些超商 他比方来尔夫跟OK 现在他连运出那个小白单的 一分钟都不需要 他可以直接拿APP 就去柜台扫 所以你就多了九分三十秒 可以去选购店里面的商品 那这样的话对他们来讲 他们是非常愿意主动配合的 也不会有人力吃紧的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这是第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目标呢 我还直接用键盘好了 第二个目标呢 就是刚刚讲的增加人口的覆盖率 在刚才就是配合的钥匙机构之外 我们现在多了11,176家超商 参与我们首轮的这个取货 那当然它很多区位是离民众更近的 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说 每个人自己大概都会有自己上班时间 就是可能中午的时候 你还是有一点点时间可以去超商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只有在大家下班的时候 自己家住的地方附近 而是说它可以有多元的服务管道 不管是你在上班时间的附近 或者是下班时间的附近都可以拿 那样子人口覆盖率自然就增加了 那当然第三个目标就是多元服务管道 因为每个人的作息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超商是24小时都开 所以它可以很有效的去分散人潮 所以也不会出现排队 或者比较群聚的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能够按照个人作息 就近取货的话 很多朋友们告诉我们说 他们自从用了就是2.0的这个预购之后 他其实也完全没有先抢先赢的这个想法 因为就是你在预购期的任何一个时候 上去登记结果都是一样的 你在取货期的任何一个时候去拿 结果也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没有时间压力 那如果没有时间压力的话 他就会比较有时间去想说 那我这样子我在工作的通勤的路上 我能不能够去就是传教啊 就是说服旁边的两三个同事 也能够到这个2.0来进行预购 那所以他就有比较多的时间去 大家告诉大家 而不会觉得说 好像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就是让口罩覆盖率增加 是大家一起的这个责任 那当然这整个2.0的技术团队 本身也是一个跨联业合作的团队 大家可能知道是我们非常辛苦的 就是健保署的朋友们 包含就是他们把健保快一通改成 能够去用来卖口罩的这样子一个界面 那新的界面上线 应该大家也都觉得顺很多 那包含我们官网罗路公司吧 本来大家用来报所得税的那个界面 变成了能够用来卖口罩界面等等 这些都是在就是这个机制设计出来之后 大概只有三天的开发时间 那他们就瞬间就是把现有的东西 稍微做一些修改 然后就搭配起来 就变成一个大家可以用的这个方案 那当然按照政府数位服务指引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第四项 就是持续精进我们的作业程序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这一周就是所谓的第二轮 我们并没有加什么新功能 我们是把第一周 大家告诉我们不好用的地方 包含视障者啊 包含不同的作业系统啊 包含不同的浏览器啊等等等等 所有碰到的这些问题 我们先把它一一解决之后 我们从下周开始 再开始规划提出新的功能 所以再次呼吁2.0免排队 那现在这个160可能170万人了 那陈指挥官也说量绝对够啊 绝对买得到 不但如果到233万人买得到 到333万人都不是问题啊 所以也请大家告诉大家 就是欢迎大家踊跃予告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唐凤 谢谢唐凤